Transtformers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負責任熱血君 不好意思讓大家久等了 由於上星期法貴奇兵上映 所以做了法貴奇兵特輯暫停一週後 接下來趕緊介紹 變形金剛 G1第一季下半部劇情 還沒看過上半部劇情的朋友們 可以點擊影片右上角 或移駕到影片區點擊收看喔 這次故事來到了世界第一的武器工廠 天才少年切普獲邀前來協助改善電腦系統 與此同時 天王星小隊與音波配合襲擊的工廠 接獲切普通知了柯伯恩緊急前來死地支援 雙方一陣激烈的交火之下 柯伯恩為了避免主電腦被摧毀 因此被天王星小隊不講武的聯合偷襲打成重傷 此時天王星發現 博派成員已經趕到現場 於是他立即命令部下門趕緊翹頭 眾人回到基地後 飛人與千金鼎詳細檢查柯伯恩的身體時 輕鬆混入基地的雷射音給了柯伯恩胸口一炮 因此產生了大爆炸 這下柯伯恩傷勢更加嚴重了 千金鼎告訴大家 得要換掉柯伯恩身上的宇宙管 但備用零件可是在賽博坦啊 於是他想到可以借狂派發明 用來運送能量的太空橋移用 來到太空橋所在地的鐵皮小隊 先是擊退了在此地工作的天王星 以及照相機小隊後 順利進入太空橋 來到了賽博坦新的狂派基地 他們還殺著震盪波措手不及 終於趕到了補給倉庫 這時賽博坦天空卻突然下起了酸雨 大家只好立馬撤退 可無奈雨勢越下越大 夥伴們紛紛倒下 切普看不下去 夥伴們只不過淋上酸雨 就變得這麼廢 立馬來個慷慨激昂的眼說 要他們振作 宇宙可是靠他們守護了 夥伴成員因為切普精神喊話的BUFF加持 加上開路先鋒的防禦光速幫助下 成功化解了酸雨 還順利拿到了宇宙管平安返回地球 但就在鐵皮小隊回到基地門口時 看到了狂泊兩派正在大戰 於是大王風先趕回基地 將宇宙管交給菲伦 終於修好了柯伯恩 並把狡猾的密卡登狠狠痛窄一頓 密卡登抱怨起天王星袖手旁觀不幫忙 柯伯恩只要密卡登認錯道歉 就可免他一死 於是天王星便嘲笑著密卡登 讓手下們把大哥抬回去 這次的基地保衛戰 索性由柯伯恩的加入 打贏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緊接著切普用天文望遠鏡 追蹤到一塊巨大的隕石鎮墜像地球 他按博派到隕石墜落的地方 收集碎片用以研究 躲在一旁的音波便開始檢查 那些守衛隕石的恐龍金剛弱點 龍渣老想幹架 瑜似只想聽強者的話 鋼索狂妄自大 於是第二天密卡登來到隕石處 利用他們的弱點拍馬屁 說服恐龍金剛背叛博派 還順便帶走了隕石 另一方面 博派又製作了新的恐龍 分別是劍龍嚎叫 翼龍飛鏢 以及發現隕石碎片是異爆的 當柯伯恩返回原處去處理隕石時 卻發現隕石已經被狂派偷走了 恐龍金剛竟還初期地偷襲柯伯恩 將他打到懷疑人生倒地不起 並帶到狂派那裡 此時狂派正在從隕石吸取能量 蜜卡登則要恐龍金剛摧毀柯伯恩 不過鋼索認為 柯伯恩何時時要自己決定 前景頂發現柯伯恩 以及隕石的所在之處後 他趕緊派出嚎叫飛鏢前去救援 另一方面 隕石能量開始發生了大爆炸 趕來的嚎叫飛鏢 憑著新手出場威能 將鋼索等人打得節節敗退 解救了柯伯恩 眼看隕石本體即將發生的大爆炸 天王星趕緊通知蜜卡登一起酸 但是柯伯恩卻冒著生命危險 前去解救隕石旁的鋼索 讓鋼索逃過死劫 狂派也被爆炸的風暴吹得東倒西歪 所有的恐龍金剛看到這一幕深受感動 他們團結起來本想教訓狂派一頓 狂派們則嚇得飛快溜走 賊心不死的狂派 找上了邪惡科學家阿科威爾博士合作 雷射英還抓來死派克老爸 讓博士利用思想控制裝置 成為狂派的奴隸兵 並放回博派身邊 在方舟號到處搞破壞 因此導致博派與突然來襲的狂派交戰期間 武器紛紛故障造成慘敗 奇怪的是恐龍金剛與天火卻不見蹤影 而死派克則發現老爸遭到狂派控制 他趕緊拿起扳手 丟入方舟號主電腦觸動的火災防衛機制 方舟號頓時噴出許多滅火泡沫 竟然可以讓狂派們陷入故障 這未免也太弱了吧 見到如此突發狀況 密卡登也只好下令撤離 接下來密卡登計劃利用太空橋技術製造了牽引光束 想把賽博坦辛送來的地球軌道 這時整裝完畢的博派來找狂派復仇 密卡登則派出被控制的地球人 包含死派克老爸攻擊博派機器人 但熱愛和平的博派們無法對人類動手 只好被他們追著打 就在博派戰士們被人類困住期間 死派克老爸啟動了牽引光束 賽博坦辛如願被傳送來的地球 於是兩顆星球的引力互相牽引之下 頓時間地球天崩地裂火山爆發 造成了巨大的自然災害 博派們見地球正在土崩瓦解 於是趕緊全副武裝敵去阻止地球上的自然災害 甚至連恐龍金剛都來幫忙 保護陸地免受海嘯的破壞 博派得知死派克老爸 被狂派抓到了賽博坦辛去 死派克便懇求柯伯恩 讓他與幾個博派去解救他的父親 終於出現了天火 也至告奋勇加入了救援行列 於是博派救援小隊們 紛紛搭乘天火 偷偷潛入狂派在賽博坦辛上的總部 發現了思想控制裝置的設計圖 就在此時 他們被死派克老爸發現了 老爸發起狂來按了警報按鈕 通知狂派前來 大黃蜂劍狀率先要離開之際 不幸撞上了正當波率領大軍趕制 並準備要抓住大漢與死派克 可大漢這時卻開掛 幾個回合下來瞬間幹掉了陰波等人 卻不敵正當波手中的雷射槍為能 好在此時天火率眼睛破門而入 一個人就拖住了狂派大軍 救走了死派克與大漢 博派們變為汽車拼命的往千斤頂的工廠 一路往前衝 唯一會飛的天火則在空中掩護 消滅不少狂派追兵 可以說是本次的NVP啊 大夥們終於來到了工廠 大黃蜂隨即將狂派那幹來的CD片 交給千斤頂 裡面的資料就是控制裝置的設計圖 千斤頂利用這個設計圖 發明了高頻率破壞裝置 可以使控制晶片發生故障 狂派這邊邪惡博士按照密卡登的指示 在海岸邊製造海底漏斗 密卡登就是要借助海底漏斗製造巨大的海浪 如此就能轉化為許多能量塊 邪惡博士向密卡登提出質疑 巨浪會淹死很多人 但密卡登似人命如草戒 博士開始與狂派產生嫌隙 就在狂派利用著巨浪的威力轉化為能量塊時 柯伯恩帶領著博派乘風破浪來到了海底漏斗 密卡登健壯 趕緊駕駛飛空艇載著能量塊撤離 被巨浪摧毀的漏斗遍布許多受難的人類 邪惡博士則被天王星給救走了 另一方面 史派克再度潛入賽博坦狂派基地 不幸被震盪坡撞見 隨即命令史派克老爸開墻殺了自己兒子 與此同時 博派戰士們出現在震盪坡背後 千斤頂打開高頻率破壞裝置 讓史派克老爸恢復清醒 大漢率先發動攻擊擊擊退了震盪坡 狂博兩派再度發生激戰 史派克與老爸便趁亂逃離現場 待博派所有人都逃出狂派基地後 在外等候的天火 立馬堅引他們撤離賽博坦星 平安回到了地球 密卡登則將飛空艇停靠在一處小島上 利用被控制的人們 將另一拼能量塊搬入飛空艇 趕來的博派戰士們 在一旁等待時機救人 來到此處的天王星 正向邪惡博士闪述自己需要得到強大的能量 才能當上狂派老大 但這一切都被深厚的密卡登聽到了 他準備開槍收拾掉天王星這個叛徒 鬧凡天卻趕來跟密卡登報告 飛空艇發動進攻 天王星立馬逮到機會抓著博士逃走 天火也帶著夥伴們來到此處加入戰局 千斤頂再次使用裝置解除了狂派對人們的控制 而柯博恩準備饒密卡登算葬之際 密卡登告訴他 更大的海嘯可是要淹過來了 於是便立即駕駛飛空艇準備逃到賽博坦星 就在密卡登航行到大氣城外期間 此派克零機一動 塔爾博派全體人員一起朝密卡登坐機開槍 順利轟爆了裝滿能量快的飛空艇 其能量快爆炸產生的颶風竟然把賽博坦星摧離了地球軌道 沒有賽博坦星的引力拉扯 海嘯也突然消失恢復瓶頸 一切回到了正常 博派再次拯救地球 但密卡登卻僥倖沒死於爆炸之中 逃亡中的天王星與邪惡博士 他們來到了隱秘在三年中的實驗室 因為實驗室的裝置裡藏有著能量資源 密卡登回到海底基地 鷹波隨即找回雷射鷹向密卡登料杯啊 天王星正帶著邪惡博士去隱秘實驗室 於是密卡登命令手下們趕緊出發去抓這兩個叛徒 天王星看到了邪惡博士的能量資源後 新生一技在裝置上安裝定時炸彈 只要再過七個多小時 不穩定的能量資源就會連同地球一起爆炸 自己便藉由賽博坦星的裝置 一次性炸乾地球所有能源 不過邪惡博士非常不認同炸掉地球的做法 跟天王星起爭執 無奈身為人類的他根本不是變形金剛的對手 立即被天王星嚇死到了賽博坦星的狂派基地 待天王星見到震盪坡後 要震盪坡服從自己 因為密卡登已經在宇宙中被炸死了 但震盪坡認為密卡登才不會輕易的死亡 堅持繼續靠儀器搜索其下落 憤怒的天王星隨即開槍威脅震盪坡 要他臣服自己是狂派星的司令 並準備能量舉設備接收地球能量 另一方面密卡登與手下們移動期間 發現博派全員早已在身後緊緊尾隨 於是他號令手下們改往死亡之谷前進 對老大的指令卻充滿著疑惑 跟隨其後的博派全員 立馬陷入了流沙之中無法自拔 原來這就是密卡登射下的圈套 他命令雷射鷹在此地看守著博派全軍覆墨後 繼續帶領手下們追拿叛徒 這時幻影射出尖炮極弱雷射鷹 讓爵士勤禍 鐵皮在發射冷凍液態彈 把流沙凝固 博派全員以此脫離險境 接著柯伯恩要爵士解讀雷射鷹的磁帶資訊 這才知道狂派此行的目的是 邪惡博士的秘密實驗室 賽博坦星方面 邪惡博士趁天王星離開能源局控制台後 意圖破壞天王星的設定拯救地球 無奈被電到倒地不起 天王星笑著表示 狂派的設備都有防禦裝置 只有狂派才能夠使用啊 那之前大黃蜂是如何竊取到 控制裝置的設計圖CD咧? 另一方面 密卡登終於來到了秘密實驗室 他本想將眼前的能量資源佔為己有 卻不幸被趕來的柯博恩狠狠尻了一拳 於是雙方大戰一觸即發 而邪惡博士則是被天王星命令手下們改造成機器人 正當波則趁著天王星與邪惡博士交談時趁機開流 試圖聯繫與柯博恩對峙的密卡登 並告訴他 天王星在實驗室安裝定時炸彈 想要摧毀能量資源炸毀地球這檔事 出於無奈之下 密卡登只要與柯博恩合作 率先破壞了定時炸彈裝置 劇情再次回到了賽博坦星 正準備接收地球爆炸能量的天王星 發覺時間到了地球竟然沒有爆炸 他只好無奈地再度回到地球查看狀況 場景切換到了實驗室外面 密卡登立即變成一把槍 交給柯博恩裝上能量資源後 柯博恩便一槍將即將爆炸的能量資源射向宇宙 剛好擊中返回的天王星發生爆炸 天王星一直墜落地球掉到了密卡登身邊 密卡登表示 要好好給天王星夾幾頓仇霸 嚇著天王星直接閃尿 博派夥伴們則在歸途中微笑討論著 天王星這下應該會被密卡登修理得很慘 場景切換到了赤道邊的巴厘島 昆蟲金剛們正攻擊著農場 並吃著稻碎轉換來自己的能量 在方舟基地裡的史派克等人 接收到了巴厘島農場遭到攻擊的情報 於是他們搭乘天火緊急趕往救援 並請史派克老爸聯繫柯博恩 密卡登這邊 他們來到了一處叢林深處 發現了狂派標誌的建築 原來這些昆蟲金剛早在400萬年以前 就已經率先來到了地球 趕到農場的史派克等人 密碼遭到昆蟲金剛們襲擊 就連天火也難擋敵人的靈巧攻勢 昆蟲金剛還將割刀機摧毀後 利用割刀機殘片 繁衍出更多的昆蟲金剛 向博派戰士們發動猛烈的炮火攻擊 博派面對昆蟲金剛壓倒性的火力壓制 只好無奈撤退等柯博恩趕來救援 更糟的狀況接踵而至 狂派全員來到了昆蟲金剛身旁 準備滅掉天火一行人 好險這時柯博恩破言避而出 率領著其他成員撲倒了昆蟲金剛後 立馬號令博派全員朝狂派猛烈射擊 密卡登劍狀 命令手下們趕緊撤退不做糾纏 因為他們首要的任務是去煉油廠竊取石油 製作成能量塊 不過柯博恩不會讓狂派得逞 他率領全員追趕而至 雙方再次發生激烈的戰鬥 昆蟲金剛們深知密卡登幹不過博派 於是將他們的能量塊全部吃光後趕緊開流 這讓密卡登氣得半死 追趕背叛的昆蟲金剛無心戀戰 緊接著狂派派出了新的戰士工程金剛 他們為了密卡登所需的一些零部件 到處破壞機密電廠盜取零件 回到狂派基地交差的工程金剛 利用偷來的零件製造出一台機器 準備一舉擊潰柯博恩 方舟號這邊鐵皮接收到了情報 肯定是狂派又要惹麻煩了 原來是密卡登獨自前來 要跟柯博恩談判 他向柯博恩擺出賽博坦新的法律 雙方首領來個一祭討 要是失敗的一方得永遠離開地球 滾到宇宙深處隱居 回到基地的密卡登 測試著工程金剛完成的力量轉移機器 他要每個人都交出力量晶片到機器上 所有人聽到後 紛紛把自己的力量晶片放入機器 唯獨天王星突然正義感爆棚 認為密卡登不能破壞法律 一祭討食只能依靠自己力量不能作弊 這讓密卡登憤怒的威脅天王星 不把晶片交出 就交出自己的性命 於是力量轉移的非常成功 密卡登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恐怖力量 事情還未完了 密卡登又派出工程金剛們挖掘地道 混入方舟號內部破壞裁判機器 讓裁判機器無法通知柯伯恩 密卡登違反規定作弊 場景來到了決鬥現場 柯伯恩對上集合狂派所有技能為一生的密卡登 被打得人羊馬翻 大大的被踩虐一頓 畫面中還看到了兩個天王星 嘲笑著密卡登使用者他們的技能 最後密卡登發射他最得意的手炮做終結 將柯伯恩轟成重傷倒地不起 雖然勝負一定 但大家並不服氣想要跟狂派決意死戰 榮譽感極強的柯伯恩 趕緊勸大家不能違反法律 立即集合伯派全員撤離地球 魯馬為了減輕重傷柯伯恩的負擔 請命幫柯伯恩運送他的貨櫃 工程金剛則已經藉由地道入侵的方舟號 準備要破壞裁判機器師 恐龍金剛小隊及時殺出 以強大的活力把工程金剛們轟出方舟號 工程金剛眼見動不過威力強大的恐龍金剛 他們趕緊合體為大力神 以更恐怖的威力教訓恐龍金剛小隊 趕回方舟號的伯派戰士們修好了柯伯恩 可這時切譜告訴大家 他利用裁判機器對柯伯恩的傷口進行探測 結果傷口上残留了許多狂派戰士的能源 這下密卡登的騙局被釋破了 柯伯恩立馬下令全員反攻狂派 探長先利用投影 便出與大力神一樣巨大的機器人 分散大力神的注意 再由柯伯恩一炮將大力神轟至接體 由恐龍金剛小隊將他們趕入岩漿之中 活派戰士們更在柯伯恩的號令之下 一起朝狂派開槍射擊 把狂派全員逼入岩漿裡與大力神陪葬 最後密卡登也中了柯伯恩一炮 跟隨手下們跌入滾燙的岩漿之中 那麼第一季的故事就此完結 如果影片收視不錯的話 樂傑君會再接續講第二季的故事 也請變形金剛同好們幫忙按讚訂閱加分享 真的是感謝各位的幫忙囉 如果覺得樂傑君整理的不錯 也可以點擊影片右下角的超級感謝 請樂傑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喔 您的每次超級感謝贊助與廣告點閱 都是團隊們創作的動力 讓頻道可以走得更長久喔